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店院子里的十横鸟有十来只成群 所以胆子也大了 靠近他们只是警惕的看着我 原地不动 没有逃走 谢湖旁边的一大群海鸥在梳理着羽毛 他们是绝对不怕人的 你手里如果有食物要小心了 一不留神就能飞快的从你的手中抢走 简直是海盗 还受到法律保护 不能用硬家伙像木棒之类的驱赶 所以海鸥们有识无恐 欲加肆无忌惮 成为澳大利亚城市中最讨人闲的家伙 这些澳大利亚的蚂蚁 也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个头大 猛一看身体是黄色的 仔细看头和腹部是绿色的 英文叫做绿树蚁 拉丁文名字为黄金蚁 两种大概是树蚁的近亲家族 这种蚂蚁会吐司把树叶 粘接编织成钞 分泌的蚁酸较强 注意了 被咬一口很疼的 清晨二地海湾天空中 出现了美丽的彩虹 霞光万道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的主要节目是乘船去白日梦岛 昨天已经买好了白日梦岛一日游的节目 大概是一百多澳元吧 上午八点半出发 下午三点半返回 现在步行去阿尔利港口 乘船去这个离阿尔利海滩 最近的一个珊瑚岛 来到了阿尔利港口 圣灵巡航是阿尔利的主要的游轮公司 每天有固定的轮船班次 开往圣灵群岛的各个岛屿 大宝礁圣灵群岛 大概有74个珊瑚岛 阿尔利海滩是圣灵群岛的大陆门户 比较有名的是汉密尔顿岛 白日梦岛 长岛 西曼岛 福贺岛 班顿岛 林德曼岛等 上面有豪华度假酒店 其他珊瑚岛是无人岛 只有参加旅游公司的旅游项目才能前往 譬如世界著名的白天堂海滩 位于圣灵群岛的主岛圣灵岛上 虽然是最大的岛屿 却也不允许人类居住 圣灵巡航轮船公司的海归号双铁游艇 起航了 海归号双铁游顿岛 海归号双铁游顶 海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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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州太原谋 海澦山 vaccinated 海 organiz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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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